下面我们学习第四节 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的权益的合并处理 主要是针对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我们前面讲过 第四节和第五节 都是讲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进行抵消处理 那么第四节是针对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第五节是针对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我们先看第四节 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两个问题 第一是统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在合并日这个时点上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第二是在直接投资 以及统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以后 在合并日后 比如在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主要是讲这两个时点 合并财务报表 有关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有的权益如何抵消 下面给大家画个图表 那理解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点 要讲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点 那就是合并日 假如今天 甲公司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以公司80%的股份 在2021年4月1号 那么在这一天 合并日需要编制合并报表 除此之外 那就是到了2021年12月31号 也就是资产负债表日 还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所以我们这一节 涉及到两个时间点 合并报表的编制问题 下面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统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26章 就讲到了统一控制和非统一控制 在合并日和购买日 分别需要编制哪些合并报表 26章里面就提到了 某公司在合并日需要编制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第二合并利润表 第三合并现金预案表 所以这些需要大家要复习一下 26章企业合并所讲的内容 统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在合并日 三张表都要编制 那么其中某公司在编制 合并日这一顿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需要将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子公司所谓的权益中 某公司所拥有的份额那一部分需要进行抵消 抵消的分路给大家写一个模板 这个其实大家在26章已经学习过了 借方将子公司的所有权益全部抵消 借股本资本公计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有的话 借盈应公计借未分辨利润 这我顺便说一下 我们教材呢 在这一块喜欢写未分辨利润 当然我在这也标了两个字 提示大家 这个未分辨利润指的是年末 你在写分路你可以写未分辨利润 也可以写成年末未分辨利润 以前我们教材表达比较好一点 叫未分辨利润 你看年末 那就表示未分辨利润 它有年初有年末 要区分开来 那这儿没有写呢 有的同学就问 我们教材也有个问题 它不规范 它在前面几节里面 写未分辨利润 年初年末也不标 然后呢 到后面呢 我们很多分路 里面就出现了年初未分辨利润 我觉得呢 所有的都要同一个标识 你要不就年初 要不就年末 标清楚 有的写 有的不写 它很随意的 所以像以前我们CP的教材 还是挺规范的 未分辨利润 后面要么年末 要么年初 明习科末 那就比较清楚一些 所以在这儿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你要看到答案里面 直接写未分辨利润 没问题 你要写成年末 未分辨利润 也没有问题的 然后介绍是什么呢 和平日这一天 子公司所有的权益的账变价值 我们在26章说过 在统一控制空股和平中 在和平日这一天 编制和平报表 释放子公司 所有的资产负债 所有的权益抄到工作提高上 抄来的全部是 扎兵价值 不要调整 因为它是权益结合法 所以直接按照 扎兵价值来进行合并 代方带长期股权投资 母公司投资的金额 代方再带少数股东 权益 如果不是全资的 那么根据上面这个数字 乘以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就可以了 而且注意 这是没有商誉的 在统一控制空股和平中 在合并日这一天不产生商誉 接下来一个补充 这个其实我们在26章 给大家打下基础了 所以也需要大家复习26章 对于统一控制下的空股和平 合并方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题 自最终控制方开始 一直是一体化程序下来的 参与合并各方 在合并以前所实现的流程收益 应当体现在合并报表的流程收益当中 所以呢 在合并日这一天 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应当以合并方的资本公计为限 在所有的权益的一步进行调整 也就是将被合并方 在合并日以前所实现的流程收益 要保留下来 按照持股比例计算 归属于合并方的这一部分 自资本公计转入流程收益 也就是下面这样一笔分落 二十六长给大家讲过 也举例子了 借资本公计 代应于公计 代未分辨利润 按照归属于合并方的这一部分 比如持股比例 百分之八十 那么要按照 子公司的流程收益 百分之八十来算 百分之八十来算 当然前提是 要与某公司 他有足够的资本公计 股本一价为限 好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 不给大家讲了 那么我们在做合并报表题目 注意一下 看题目的条件 如果题目要求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做这笔分落 如果没有这个要求 其实也可以不做 我们在二十七章 教材就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他就假定不考虑 不考虑我可以不做 等一会我们看 看后面教材例题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十四题 假公司 2002年1月1号 以2.86亿 取得 A公司80%的股权 A公司净资产的供应价值为3.5亿 假公司在购买A公司过程中 发生审计法律服务等相关费用120万元 参数价款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假与A均为统一控制下的企业 均为非金融企业 A采用的会计政策与假一致 A公司2002年1月1号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这个请大家看教材资料 由于A和假均为统一控制下的企业 按照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颈应处理 根据A公司资产负债表 A公司的公共权益为3.2个亿 其中股本2个亿资本公积8千万 盐应公积1200万 未分配定额是2800万 合并以后假公司在A公司股东权益当中 所拥有的份额是2.56亿 那这个2.56亿怎么来的呀 这是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我们应当按照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也就是它的近资产的扎兵价值份额来算 其实我们拥有多少啊 80% 80% 那其实就是2.56亿 说明什么 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以近资产扎兵价值份额来算 2.56亿 这道题在做的时候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不能把这个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这是统一控制 这不是非统一控制 所以我要求大家要在学这一章之前 要复习一下第六章长期股权投资 另外取得的相关费用应该是直接进入管理费用 这一点也是第六章内容 所以考这道题啊 实际上就是从第六章开始考 好了 然后编制的有关资产负债表 这个大家参考教材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账务处理 首先这给大家写了一个版书 是叫A公司2002年1月1号合併日 个别报表的快捷处理 其实这就是考第六章 我们在26章就说过 26章是成前起后的 成前第六章从个别报表开始考起 起后那就是27章 那今天这道题 那就是从第六章开始考起 先考你个别报表上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金资产份额 25600入战 交易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代方代银行存款 代方代银行存款 最后有差额 差额在资本攻击里 那这个在借方 资本攻击不足以冲减 然后依次冲减 留存收益 那这个根据报表的内容 足以冲减 好了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进入合并报表内容 合并日这一天 合并日这一天 那其实就是26章内容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材啊 在这一章 其实把26章很多内容呢 又复习了一下 就是合并日这一天怎么做 再讲了一遍 在本例中对于奖 为A公司所发生 为购买A公司所发生的 审计等费用 实际上已经支付给这一切 那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那这个不需要抵消 这是给外部单位的 会计事务所 不是我们的集团成员 所以这是外部交易 不需要抵消 编制合并报表时 注意我们教材有这样一句话 假定不考虑留存收益恢复因素 就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26章花了不少时间 解释什么叫留存收益恢复因素 原先在合并报表抵消时 把那个留存收益给抵消了 那么如果要考虑留存收益的恢复因素 视为一体化程序下来的 我们需要还原 需要恢复 那么这道题教材呢 我们假定不考虑 那么做题时 如果题目要求 假定不考虑留存收益 你可以不做前面那个分路 那么假如 没有这样的假设 那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分路 假公司应当做如下抵消处理 我们一起看这笔分路 其实这笔分路是一个固定的模板 大家熟练了 其实不管你会不会 你先把这个模板记下来 刻到大牢里面 考试的时候 考到这种类似的题目 那就把它复制粘贴到卷子上去 从你的大牢里复制粘贴到卷子上 也就是你的电脑上把它做出来 写出来这一些 先把模板写出来 然后数字一个一个往里面带 借股本两万 这个数字前表里面都是已知的 资本公计八千 盈云公计一千二 未分配利润 你直接写未分配利润 教材是直接写未分配利润 那么我这加了个年末 就是提示大家 这是属于年末的 影响年末的 你也可以直接写年末未分配利润 代翻代长期股权投资 两万五千六 以至这个数字刚才个别报表上有 然后这一些加起来就是三万二 这是题目刚才给我们的条件 和平日这一点非常简单 三万二乘以少数股东比例百分二十 那就是少数股东取原意六千四 那这个分路就完成了 您说这个分路有难度吧 没有什么难度 接着补充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题目里面需要考虑留存收益 或者说题目没有说这件事 那可能需要考虑 我们刚才教材是不考虑 家庭不考虑 所以我就不写了 教材上就没有写 那现在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这个问题在第二十六章 给大家补充的 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啊 我们在前面先把它解决掉了 然后这样我们专门在讲二十七章的问题 把这些有些问题啊 这些障碍先把它扫除了 合并财务报表中 如果考虑留存收益的恢复的因素 假定 假公司2002年1月依靠资本公积 代房余额有五千万 假定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涉及到恢复 刚才这笔风录里面 其实我们把 少数把那个子公司的留存收益 盈余公积一千二 未分配利润两千八全部给抵消掉了 但是我们在二十六章讲过 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合并日前 被合并方实现的流存收益 我们视为一体化程序下来的 所以呢 要按照合并方石油的比例 拥有的比例 恢复 一千二的百分之八十 两千八的百分之八十 从哪儿恢复呢 从资本公积 这个资本公积是从哪儿 从谁的报表上资本公积呢 从假公司的报表上 这两个是恢复的是子公司的 这个是冲是冲谁的 冲母公司的 你不能把子公司的资本公积给冲 其实他是冲母公司的 在个别报表上 在合并报表上调的时候呢 是在母公司那个资本公积项里面去调 充剪子三千二 百分之八十三千二 然后这个是恢复 这样一做呢 实际上就把原来 子公司被抵消的这一部分呢 恢复了百分之八十回来 然后在合并报表中 体现他的百分之八十 加上母公司的 因应公积 未分别利润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建议大家再把二十六章看一下 二十六章当时我还画了一个工作底稿 那个工作底稿就很直观了 最后我们达到的目的一看 比较明显了 所以怎么去理解呢 还是看一下二十六章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时点 那就是合并日后 刚才我们讲的是合并日来一天 合并日来一天 我刚才有一个问题没有说 在这讲完以后说一下 那就是在合并日这一天 零条人一底消 这是我归纳的 没有 在合并日这一天 统一控制控股合并期的子公司 编制合并报表时 这个合并资产负债表 就是我们的合并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里面 没有调整分路 只讲到一个抵消 抵消谁呀 这是抵消什么 抵消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于什么 于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 母公司所拥有的部分 这个份额 予以抵消 所以我们归纳一下 在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控股合并 在合并日这一天 编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我们零调整 没有调整分路 一抵消 就是这一项抵消 那就根据提问的要求 它编制合并日抵消分路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抵消分路 那就是这一笔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时节 那就是在合并日以后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画过一个图表 大家还有印象吗 4月1号是合并日 那刚才讲的是4月1号 然后就到了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日 那就是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合并日号的 合并报表的编制 这个先归纳一下 叫一调整两景效 等我们讲完以后 你就明白了 首先在资产负债表时 第一个事情 调整分路 将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个别报表上 有成本法合算的结果 调整为全印法合算结果 这什么意思啊 大家想一想 在个别报表上 甲公司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乙公司 它是成本法 因为你是控制 是不是 但是要请大家注意 今天我们编合并报表 在合并报表上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 要作为权益法合算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在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讲到一个支持点 一个很难的支持点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比如原来60%的股份 处置是40%的股份 还剩下20%的股份 当时讲过这样一个问题 60%处置是40% 还剩下20% 算是控制权了 那就是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但是我讲了个别报表处理 同时还讲了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处理了一个理念 那就是 我在这张合并报表里面 我们当时没有学合并报表 但是我跟大家讲了 没有学没有关系 你就把它理解为 合并报表中 是按权益法在做的 在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是多少 然后今天要将这个 60%的股份 处置40% 在合并报表中 怎么去 按照权益法的理念 你去理解它 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合并报表中 长期股 某公司对子公司的这个投资 是按照权益法核算的要求 所以今天 我们要编合并报表了 那就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抄来的 都是个别报表 那个别报表 某公司的个别报表商 长期股权投资 是按成本法核算的 因此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 在工作底稿上 将其成本法调整合算的结果 调整为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但是我请你注意 你不要调人家某公司个别报表 人家某公司个别报表 依旧是成本法 那是不能变的 因为在个别报表上控制 采用成本法 这个会计原则不能变 我们今天只是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在工作底稿上做文章 是这个意思 那下面我们看怎么调 按照权益法调整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当编制以下调整分路 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 将成本法核算调整为权益法核算时 应当自取得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年度起 每一年按照子公司当年实现的经历润单装 归属于某公司享有的部分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占面价值 同时调整投资收益 这什么意思啊 大家想一想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初在个别报表上 某公司对子公司 比如持股比例80% 它是按照成本法核算的 成本法大家想一想 成本法下 第一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不调整 你就是按照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除非你追加投资或者处置投资 否则在持有期间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保持不变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权益成本法下 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当被投资单位 宣告分泛先进股利时 借营收股利带投资收益 在持有期间 就是取得投资以后 其实成本法就做这件事情 子公司宣告股利了 我就借营收股利带投资收益 收到时借银行存款带营收股利 就这件事 其他没有什么 正常情况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但是今天不一样 既然你今天要将成本法调成为权益法 那就要按照权益法来做 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权益法下 当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 或者发生净亏损时 投资企业要按照 享有的份额或者承担的份额 要确认投资方的 投资企业的投资损益 是不是 那就是今天第一件事情 因为在成本法下不做这件事情 那今天权益法了 今天你就视为是权益法 那既然是权益法 那就应当确认投资损益 所以就有了下面的账务处理 按照享有的份额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投资收益 你就相当于权益法呀 因为成本法不是没做吗 没做现在的工作 底稿上把它做上去 摇成一变 就变成权益法了 反之如果发生亏损的话 做相反的分落 那就是下面给大家写的版书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什么金额呢 按照子公司当期实现的经理论 乘以某公司持股比例 代投资收益 如果净亏损 做相反的分落 很好理解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对于子公司当期宣告 分派的先进股利当中 某公司享有的份额 应当充减长期股权投资 占盟价值 同时调整原投资收益 这是啥意思 这个问题呢 在理解上稍稍有点抽象一点 我先还是复习 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在个别报表上 某公司对子公司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在被投资单位 子公司宣告分派先进股利时 某公司怎么做的 刚才复习过 借一周股利代投资收益 你宣告 我就做这笔分落 你没有宣告 我就不做 但是 权益法不是这样 权益法宣告分派先进股利 怎么做啊 权益法宣告分派先进股利时 借一周股利代什么 代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 我前面权益法给大家讲过 当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先进股利时 被投资单位怎么做 今天我们 很多内容都学完了 大家应该能够反映的过来 被投资单位 他自己怎么做啊 他利润分配啊 借利润分配 代应付股利 随着权益减少 负债增加 是不是 被投资单位是那样做的 他的随着权益减少了 权益法下 被投资单位随着权益减少了 我们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价值 也要予以调整 也要减少 怎么减少 借应收股利 代方不是代投资收益 代方是代长期股权投资 相当于代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 是不是这样的 权益法下 是不是这么做 那今天呢 我们要有成本法调权益法 那这儿不能直接调 怎么调呢 一起来看一下 当时在成本法下 我们当时是借应收 鼓利 代投资收益 这是个别报表 应该这样做的 是不是 这是个别报表要求这样 今天呢 我们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视为权益法核算 那权益法核算 是要求这样的结果 这是 这就是合并报表上 合并报表上要求是权益法 这是个别报表上要做的 这是个别报表上 那么今天 我在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挑一下 我编制一个调整分路 调完以后 变成权益法的结果 不就可以了吧 比如 你借房应收鼓励 我借房也是应收鼓励 那这个不用调了 而在个别报表中 代方是代投资收益的 成本法本来是代投资收益的 是不是 而权益法是要求代什么呀 代长期股权投资 那没问题呀 那行 那我把你成本法下 代方的投资收益 换成谁 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就有了合并报表的 调整分路 借投资收益 把你冲掉 代长期股权投资 是这么个意思 那这笔分路就是调整分路 那这个调整分路怎么来的 其实你要注意啊 这相当于是发生恶的一样 发生数 什么意思 在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我编制一个调整分路 一个调整分路 调整分路编完以后 就得到了合并报表的结果 这个是结果 这是结果 那这个是当初工作底稿上 已有的条件 我编制这么一个调整分路 一再叠加三 就得到二的结果 二就权益法下宣告股利 所以第二件事情 调整分路 是一方面充钱长期股权投资 扎免价值 另一方面充投资收益 就是这样的分路 借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权投资 那什么金额 按照子公司 当机宣告分派的先进股利 乘以某公司持股利利 借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权投资 就是这样一笔调整分路 不能写成这个 不能写成这个 这个是因为在个别报名上 我已经有营收股利了 你不能再写一个营收股利 你再写一个营收股利 那就重复了 而把成本法家 当初代方的投资收益 给冲掉 借投资收益 不就把你冲掉了吗 换成谁了 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这就是我给大家写个推导的过程 得到了这笔分路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接着第三件事情 此公司除了净损益 除了刚才所讲的利润分配以外 所有的权益的其他变动 这个其他变动 大家对权益法熟悉以后 那就知道了 有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 是不是啊 还有 除了净利润 除了其他综合收益 除了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那就是叫 在权益法里面怎么讲 长期股权投资 民企共 其他权益变动 对应着资本攻击 叫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是不是 那么在 大家想一想 在个别报表当中 因为我们 我们是成本法 所以这些都没做 那今天要视为是权益法 要把成本法下 没有做的事情 都给他补回来 那就是要补下面的分路 按照持股比例 借长期股权投资 直接给大家写一笔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资本攻击 代其他资本攻击 如果是增加的话 那我就这样做 如果某个项目减少 那就相应的编制相反分路 谁少了 做相反的分路就可以了 这是说明什么 说明在成本法下 我没做的事情 今天在权益法下 都给补回来 好了 三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在 编制资产负债表日 编制合并报表时 要首先将母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核算的结果 要调整为 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有几件事情调整 第一 调投资收益 确认净损益 或者亏损 第二 调的是宣告购买股益 第三是调什么 第三是调的是 其他的所有的权益 变道 包括其他送货收益 包括资本攻击 这样的问题 哈喽 这是 在资产负债表日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要首先做的一件事情 有成本法 调整为权益法 调谁 调母公司的个别报表 工作第一稿上 大家还记得前面 工作第一稿吗 工作第一稿上 母公司一列 子公司一列 然后后面是核计数 然后后面是调整分路 借贷 后面是抵消分路借贷 所以我们前面 不一定会考出考题 但是 它是帮助我们理解的 我们在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 因为很多同学 是不编合并报表的 你只是看这些理论的东西 那叫空中楼阁 是不是 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础 那就是 有了我们前面那个 合并报表 工作第一稿 有了我们前面几节 所讲的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这些问题 好了 这是首先第一件事情 给大家讲了一下 在合并 在资产负债表日 编制合并报表时 首先要将某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三件事 三件事讲完以后 接下来给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四 年续编制 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一年 第一年年末 资产负债表日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要做那么三件事 那么在年续编制 什么叫年续编制啊 第二年资产负债表日 第三年等等等等 那一般考试考个两年就差不多了 在取得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第二年 将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核算结果时 则要在调整计算第一年年末权益法核算的基础上 再做第二年 说明什么 上一年还要调 上一年调完了 再调第二年 那就是 第一 按照第二年子公司实现的精力润 中某公司拥有的风格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 如果发生净亏审 做相反的分漏外 第二 按照第二年宣告分败监金股利 调长期股权投资 第三 按照第二年 所有的权益的其他变动 调长期股权投资 说明什么呀 说明在第二年还是三件事吧 是不是 但是要你要注意 第一年要先调好 那就是下面的 写的版书 在第二年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时 要注意 首先把以前期间 要重新调一次 比如去年 比如去年啊 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投资收益 代资本公积 代其他 比如去年是这么一个综合的分路 合在一块 这是什么呀 这是去年的投资收益 但对今年来讲 它就不再是投资收益了 它是未分配利润 而且是年初的 年初的 这什么意思呢 这我先写一下 这个实际上是以前年度累积的投资收益 因为我们这 涉及了两笔分都合在一块了 我合在一起了 一个是确认投资损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投资收益 是不是 还有宣告分败股利 借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权投资 我把它合在一起了 那么一个问题 有同学想 你这个是去年的 我理解了 问题是去年不是变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不是已经挑过了吗 你怎么在第二年变合并报表时 还要挑这件事情呢 在第二年变合并报表时 你只要把第二年的事情 做好就行了呗 比如第二年 我合在一起了 刚才前面不是分三笔分都写的吗 分三件事情写的吗 那现在全合在一起了 那在第二年合在一起是这样的风格呀 是不是 你调第二年就调第二年嘛 你干嘛把第一年还调一次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合并报表有很大的 和个别报表很大的不同之处 我前面怎么说过 那有讲到前面所讲的这一节课 第一节课的基础了 合并报表是由表生成表 是在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调表 然后得到一个新的合并报表 由表生成表 什么意思 合并报表怎么编 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母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子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那么大家想一想 您抄来的母公司个别报表 他的长期股权投资 你抄来的还是成本法呀 因为我每一年 我第二年编合并报表是 我还是抄来 母公司的个别报表呀 不能把去年母公司 不能把去年合并报表 就直接拿过来 那么不能直接过来的 我们必须每年编制 合并报表时 都是在母公司子公司 个别报表基础上 重新编 所以就有了 在第二年编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在12月31号 我们要把上一年抵消 就上一年刚才 所讲的第一年调整的数字 重新写一遍 因为个别报表里面没有这些 它不是权益法 它还是成本法 所以我要把去年还补一下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 第一年我在调的时候 是带投资收益 或者是借啊 也有可能是借方的 那我这个投资收益 现在不能写投资收益了 要写成未分配利润 而且是年初的 为什么呢 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在第一年 某公司个别报表上投资收益 最终到什么地方了 最终到净利润是不是啊 净利润最终又到什么地方去了 净利润最终要转到本年利润 转到利润分配 转到未分配利润是不是啊 所以呢 上一年的有关损移的项目啊 最终是归集在 年末未分配利润里面 去年 去年的未分配利润就是年末 那么去年的年末未分配利润 对我第二年来说 它就是年初的未分配利润 所以这儿呢 就不能写投资收益了 你要写投资收益就意味着什么问题啊 意味着这变成第二年的 利润表上数字的 是不是啊 这儿给大家写了个提示 那就是上年度 涉及损移的金额 在上年度最终是转到哪了 转入上年度资产不债表的 未分配利润年末的项目 就是刚才所讲的 你投资收益 最终是到净利润 净利润也就是本年利润 转到利润分配了 最终到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对去年来讲呢 就是年末 对今年来讲 去年的年末 就变成今年的年初项目 所以这儿呢 就写年初未分配利润 这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第二年成本法 调整过的悬疑法时 还要把上一年 调整过的内容 在第二年 重新抄一遍 数字和上一年一样 都抄一遍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抄的时候 这儿不能写投资收益 这儿要把它改成 未分配利润年初 好 这是上一年 第二 本年度 这个没问题 这就像讲第一年一样 当年的 当年该怎么调 怎么调 好 这是给大家先讲一下 第一件事情 某公司资产负债表 上成本法 调整为权益法 那接下来 我们参考教材的15题 沿用前面14题资料 奖公司于2002年1月1号 以2.86亿价格取得A公司80%股权 成为子公司 还是前面那道题 内容没有变 A公司2002年1月1号 股东权益总额是3.2个亿 其中股本资本公积 燕云公积 未分配利润 然后接着2002年12月31号 告诉我结果了 股东权益总额是3.8个亿 其中股本资本公积 燕云公积 未分配利润 我想告诉大家 考试题很有可能 这个数字不告诉我们 只给我们连出 这道题是直接告诉我们 这个结果 继续看条件 A公司2002年实现净利润10500 董事会提议经股东会批准 2002年提取燕云公积 2000万 向股东宣告分配金金股利 4500万 这是利润分配了 蒋公司对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取得时张宾价值25600 这前面已经有了 32%的80% 以致 2002年12月31号 仍然为25600 他不变 蒋公司当年确认投资收益3600万 这个3600万 其实是根据什么呀 根据这个数字 因为在个别报表上 他宣告分配先进股利 宣告分配先进股利 4500万 乘以80% 乘以80% 483200 5400 3600万 根据这个数字来的 好 这是已知条件 那下面我们首先要进行调整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投资收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确认投资收益 根据子公司实现经意问 因为在成本法下 我们没有确认这个投资收益 那今天视为是权益法 那就按照权益法作本 没有什么难的 10500乘以80% 第二宣告分配先进股利 本来呢 宣告分配先进股利 在权益法下 不是借应收股利 代长期股权投资吗 但是因为在成本法下 他已经做了借应收股利 代投资收益 他代投资收益了 应该代什么呢 代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把成本法下的借房投资收益 成本法下代房的投资收益给冲掉 换成代长期股权投资 就可以了 另外注意 不用写明细科目 不用写明细科目 有同学想 我在做权益法的时候 不都要求写明细科目吗 今天不是 今天我们是编合并报表 都在工作底稿上 那工作底稿上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要求写那些明细 我们工作底稿上 就对应着每个项目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借贷方的科目 其实都是以报表上项目名称 来作为借贷方科目的 所以不用写明细科目 有同学可能想到这个问题了 经过上手调整以后 甲公司对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扎免价值就变成什么了 原先是25600 刚刚调了一个8400 这儿调了个减了个3600 所以是30400 那就对了 根据题目的条件 在12月31号 它的所有的权益是3.8个亿 38000 38000乘以80% 就是30400 因为在权益法下 大家想一想 权益法下 就是说第六章内容 你如果不考虑那个商欲的问题 正商欲的问题 假如投资成本 等于净资产的份额 那么将来都是按照实雇比例 确认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的 调整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呢 我们这种长期股权投资 就是你的所有权益的份额80% 30400 那就对了 是不是 好了 这是刚才讲了一下 在资产负债表日调整分路 统一控制空股合并中 在资产负债表日编制调整分路 就一键调整 一键事情调整 什么调整 将我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有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好 接下来第二件事 在统一控制空股合并 资产负债表日 第二件事 合并抵消 抵消分路 刚才讲的是调整分路 那抵消分路有哪一些呢 第一件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个抵消和和平日的抵消 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以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日的数字来抵消 于是模板呢 你把这个模板背下来 不管你会写不会写 只要让你编制这个抵消分路 你先把模板先写出来 复制粘贴出来 然后就填空 一个一个填 借股本借资本公积 借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有的话 盈盈公积 未分别利润 或者说写年末未分别利润 待凡他长期股权投资 待少数股东权益 如果是全资的 那就没有少数股东权益 这是第一件事 不用再多说了 这是第一个 抵消 在资产负债表日有两个抵消 那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15题 本地经过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的张明价值为30400 刚才已经调过了 所有的权益是38000 这前面有 然后呢 我加了一个条件 注意假定不考虑流程收益恢复因素 因为我们前面14道题就已经假定不考虑了 那这就假定不考虑 我们教材也确实没有管这些 那么在12月31号编资产负债表 这笔抵消分路 其实涉及了什么问题啊 这数字 这数字 我刚才就说了 我们教材立体啊 它简单 它把这数字都告诉我们了 但实际上考试有可能不告诉我们 那么不告诉我们 得让我们自己去求每个项目是多少 因此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这也是我当年考注册会计时 注册会计时的时候 我自己 这个在学合并财务报表 因为那个时候合并财务报表 是刚刚才出来不久 没几年 我们那个时候 说实话还没有什么培训班之类的 都是自己啃 一点点的啃 那么 我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题目是不告诉我们12月31号的 你得自己求 那我在操稿纸上画一个这么一个表 当然你不要画像我们这样完整的 因为我在操稿纸上 我就写古本写一个字 资本公计写一个字 言语公计写一个字 为分辨论写一个字 为 然后就把数字 这个1月1号这数字已知的 这些数字是有的吧 32000 合计是32000 这些数字是不知道的 但是没关系啊 这道题告诉我条件了呀 古本没有变 资本公计没有变 言语公计 言语公计根据题目的条件 提取言语公计2000 有吧 提取言语公计增加2000 加号 然后 实现金利润10500 要归到这儿来 未分辨利润 提取言语公计 未分辨利润减少 言语公计增加 未分辨利润减少 减2000 宣告分配现金鼓励 宣告分配现金鼓励 减到4500 那么剩下4000 好了 发生额4000 加起来 6800 好 那么整个的3800 就出来了 哎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数字不告诉你 你也能巧度出来呀 考试不会这样 给你现成的 需要我们自己算 就这么来算 宣告只上画一个表 简简单单的 从期初开始 发生额到期末 OK 就出来了 好了 那既然出来了 我们下面就可以写 这笔分路了 那数字就抄这张表里面 数字就可以了 后面这一列 全抄下来 这给多少啊 38000呗 前面不是有了吗 代方代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数字前面算好了呀 调整好了呀 30400啊 在这 30400 调好了呗 所以代长期股权投资 30400 然后代少数股东权益 20% 把这个数字 上面不是有吗 38000 乘以20% 你这个不就是80% 他这个是80% 下面是20% OK 这笔分数就拿了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除了刚才抵消 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之外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着 还要抵消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母公司 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 与子公司当年的利润分配 进行抵消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 与子公司当年利润分配 进行抵消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使合并财务报表 反映母公司的股东权益的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把母公司的 投资收益 对应的子公司一些利润分配 进行抵消 这个问题不太好理解 下面给大家画一个工作低稿 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 在母公司个别报表上 上成本法核算 子公司实现净利润 是不确认投资收益的 但是我们刚刚做了一个调整分路 在工作底稿上 将某公司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也就是根据子公司所实现的经利润 比如子公司实现的经利润 某一个数字在这 根据这个经利润 确认投资收益 编制调整分路 那个调整分路怎么调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投资收益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实际上有一个调整分路 是不是 一个调整分路 投资收益 调谁的呢 实际上是调 某公司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调了一个投资收益 那么大家想一想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这个投资收益啊 相当于就包含在某公司的经利润里面 你这不在投资收益吗 有投资收益吗 最后 合计合并 大家想想会有个什么问题啊 子公司本身实现经利润是这么多 在这儿 然后某公司又在权益法下确认投资收益 不是说成本法调整权益法 权益法吗 确认个投资收益 我们把这个投资收益就相当于理解在这儿啊 相当于归到这儿来了 在某公司的经利润里面 那么大家想一想 某公司的经利润在合计数 是加上子公司经利润等于这么一个数字在这儿 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本身这个子公司经利润是这么多 而某公司的经利润里面又包含有什么 包含有按照成本法调整权益法按照份额确认一块投资收益 按照子公司经利润确认了一块投资收益 那么那块投资收益 已经是根据子公司经利润来确认的 所以这个数字里面实际上是重复的 所以需要抵消 当然这是讲一个投资收益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子公司来说还涉及到它的利润的分配 因为它实现利润以后它要进行利润分配 所以我们这儿必须要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 要与子公司当年的利润分配进行抵消 怎么抵呢 我下面给大家先写一笔分诺 借投资收益借少数股仁损益损益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这儿呢我们教材明确了 因为在一笔分诺里面有两个未分配利润 所以呢它在这儿就写了 那么其他地方它没有写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然后代提取原因攻击 代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代年末未分配利润 这个分诺大家一看 反了一坨 这一大堆怎么记 一字不差的墨写出来 一个字都不错 这千万别写成少数股东权益了 这叫少数股东损益 好那这笔分诺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听完我的解释以后啊 这笔分诺不用默写 不用你背了 就已经记住了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一个推导 第一个括号一 对一个子公司来说 子公司当期的净利润 可以分解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子公司本期净利润 乘以某公司的持股比例 其实就是某公司当期的投资收益呗 他的投资收益 我们前面不是成本法 调整为权益法 要根据子公司当期净利润 乘以某公司持股比例 介绍及股权投资 代投资收益 在工作底稿上 已经做了调整分路吗 是吧 其中在这调 这是括号一 括号二 这个公司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是 对的 都可以应用的 什么意思 任何一个企业 年初未分配利润 加上本期的净利润 等于本期利润分配 加上未分配利润 这个公司 应该可以理解吧 怎么来的 其实 大家想一想 我写一下 对一个企业来讲 年初未分配利润 加上本期实现的净利润 减去本期利润分配 本期的利润分配 是不是剩下的 就是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那么把这一项 移到等式右边 就变成上面的了 年初价本期净利润 等于本期利润分配 加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好 括号二没有问题吧 下面 我们把括号一 本期净利润 代入括号二 也就是说括号二对子公司来说 对子公司来说 年初未分配利润 加上本期净利润 本期净利润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某公司的 一个少数股东 审议 少数股东 比如实现净利润 一千万 一千万 某公司百分之八十 那少数股东 审议就是一千万 乘以百分之二十 他有两部分组成 这两部分带到这个公司 那就得到下面第三个公司 年初未分配利润 加上某公司当期的投资收益 那比如刚才写的这个 相当于就是八百万 加上少数股东 损益 两百万 这个括号就是子公司 当期的净利润 等于本期的利润分配 加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那么括号三 这个等式推导出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等式左边 等式的左边 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这笔分路的 借翻数字 是不是啊 我们直接看后面 给大家重新写了一下 借翻这个数字 借投资收益 借少数股东损益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年初未分配利润 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损益 然后等式的 右边其实是代方的项目 本期的利润分配 加上年末未分配的 本期利润分配 这两个就是利润分配 为什么这样写呢 我们前面讲过 这实际上是 报表里面的项目名称 是哪一张报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里面的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里面 第一种分配 是要提取 延运攻击 还有一个叫 对所有者 括号股东的分配 包括现金股利的分配 包括股票股利的分配 都在这 然后生下的是 未年末未分配利润 那么这么一讲 这个分路啊 借贷方的关系也就清楚了 应该也能记得住了 那么在这给大家说明一下 借方其实是子公司净利润 他利润分配的来源 贷方其实是子公司利润分配的去向 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利润分配从哪来呀 年初没有分的 加上当期实现的净利润 这两个合在一块 不就是子公司当期净利润吗 当期的净利润 年初没有分的 加上本期实现的净利润 这是利润分配的来源 贷方是利润分配的去向 提取营营攻击 分配给股东了 现金股利股票股利 剩下的是未分配利润 也是表示利润分配的去向 这样一讲 相信大家这笔分路就能默写的出来了 只要考到这种题目 要写底销分路 那这个一字不差的给他默写到卷子上 而且这都是很值钱的分路 跟前面一样 分支比例要高一点都比较高一些 就考到这两笔分路 前面不是有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的权益底销吗 大家学完这些就要会背了 会默写了 前面那个分路怎么写啊 借股本 借资本公积 借 言云公积 借未分配利润 如果有其他增加收益 借方还要借个其他增加收益 代方代长期股权投资 代少数股东权益 不管什么题目 你都这么写 今天也是如此 一起背一下 借投资收益 借少数股东审议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提取言云公积 代对所有者和股东的分配 你括号都写出来 一字不差 但年末未分配利润 然后干什么 填空 一个一个项目完里面 钱 那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材15题 假公司进行上述抵消时 借投资收益太简单了 经济润10500乘180 借少数股东审议10500乘120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已至2800 怎么叫已至啊 大家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表 对我们现在来说 还是很管用的 2800 1月1号 是不是啊 未分配利润 这是期术 这是期末 6800是期末 好了 继续这笔风落 代提取言云公积 已至提2000 代对所有者和股东的分配 4500 这个顺便说一下啊 现金股力 股票股力 都在里面啊 我们题目考的多的是现金股力 股票股力也在里面的 然后年末未分配利润 在这 这边6800吗 好 这笔风落写好以后 我得跟大家说一件事了 那就是刚才这所讲的这个分路啊 我们这这的分路 这个叫年末未分配利润 这笔风落写好以后 那就是我们刚才教材 就以教材这个分路来说吧 6800年末未分配利润 这个数字 一定要和前面一笔大的分路 很值钱的分路 前面不是有一笔值钱的分路吗 底下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 在这 一定要相等 这两个数字不相等 你这个分路肯定有个地方是错的 这是两张报表之间的高级关系 这笔分路代表的是 资产负债表的 所有的权益的期末余额 而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笔分路 它的一个期末余额 这个年末未分配利润 这个年末未分配利润 这一块是反映的是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的内容 比如这个数字 是它的期末余额 我在22章外壁折算里面 讲过一个问题 外壁折算 当时我们讲到 今晚进行纳入合并报表 首先要进行一个贵率的折算 当时讲到这个外壁折算 有没有讲到 所谓的权益变动表 但是我要这么讲 所谓的权益变动表 和后面的市场负债表 蓝贝为街相互依赖的 因为这两张报表之间 就有构级关系 我们在编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我们在折算 那个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把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最后一张抄过来的 为什么可以抄啊 两张报表之间 它有构级关系 所以这张报 这个分路里面 这个地方实际上 是所有的权益变动表的数字 6800 那么我在这说明一下 有同学做题目 喜欢干X 这笔分路写完以后 这个条 这个写好 这抄过来 这也抄过来 这也抄过来 然后这个数字 它就借贷嘎叉 你可以嘎叉 嘎叉以后 一定要和前面合对 你要和前面对起来才行 对起来 应该没有问题 两个数字对不起来 肯定有问题的 肯定哪有问题 所以呢 这笔分路 我建议大家怎么做呢 就说 你这写好以后 这个数字就 直接就抄前面的 抄前面那笔分路 抄过来 抄过来以后 借贷失算平衡 这样也可以 你要么就干X 干完X以后 和前面去对一下 你要找到前面 因为一般来讲 这两考试的时候 这两笔分路啊 这两笔分路 一般都是同时要写的 写完这笔值钱的分路 再写着就下面 一笔值钱的分路 你这个分路 借翻是六千八 那笔分路 借翻一定要是六千八 因为它都是年末 未分比利润 然后这里给大家 强调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做题目 我们要自己要学会 集查 集合 怎么样去发现问题 好 这是给大家讲的一个 注意事项 两张报表之间的一个 构计关系 好 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这道题 不是有宣告 分配先行鼓励吗 如果尚未支付 尚未支付 并且作为本期的事项 来讲的话 那么实际上还涉及到 双方一个 债权债务没有抵销 应付股利 另一方叫应收股利 好了 那么这个应收 应付股利要需要抵销的 多少呢 三千六 百分之八十 三千六 只抵销三千六 不要写四千五 写四千五 分路没了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 你看教材这个分路 借其他应付款 应付股利 带其他应收款 应收股利三千六 有同学就想了 我以前考中级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直接借应付股利 带应收股利 包括有的同学也说 那不就是借应付股利 借应付股利 带应收吗 是不是 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 我们财务报告 那一章已经学过了 在财务报告那一章 我们讲到 在资产负债表中 其他应收款项目 填的时候 三合一一啊 所以前面是基础 有同学说 财务报告那一章 很多所资的东西 是 那些就是打基础 你如果那儿不去看 怎么知道这儿的问题呢 有同学还跳着学的 这一章不看了 那你在学后面章节 你有很多障碍的 你搞不清这为什么 三合一 其他应收款 加上应收股利 加上应收利息 都在其他应收款 报表项目里面 三个科目 三合一到项目里面 统称叫其他应收款 同理 其他应付款是有三个项目 三个科目 其他应付款 应付股利 应付利息 三个合在一起 在其他应付款项目里面 这写了一个参考 其他应收款项目 是根据这三个合在一块的 有坏点准备 要把它减掉 同理 其他应付款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这 口图表达一下 好了 讲完这一节 那就是下面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节里面讲的什么问题 那就是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 合并报表 在合并日这一天怎么调 怎么做 以及在合并日以后 资产负债表怎么做 那下面给大家总结一下 一个宽价搭起来 前面我们一点一点的积累 积累完以后 下面就是搭宽价 首先要注意啊 我们统一控制 我们还是按照教材的要求 不考虑留存收益恢复 我们教材没有这些 所以在合并日 注意我在前面说过什么问题啊 合并日零调整 一抵消 没有调整 合并日这天没有什么调整 一抵消 抵消什么 抵消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 五旋投资 与子公司的所有的权一抵消 没问题吧 合并资产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 合并日这一天 要编一个调整分路 接着就是资产负债表日 资产负债表日 我前面说 怎么说的 一调整 两抵消 怎么个一调整啊 在资产负债表日 十二月三十一号 要将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 三件小事情 是不是 三件事情 那总的我们称为叫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那么有同学说 那合并日怎么没有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你想一想 合并日才是第一天 第一天 那没有什么投资收益 是不是 他只有按照实现的经历分 才算投资收益 那么合并日才开始 所以 只有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才有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在合并日那天没有 第二 抵消分路 一调整 两抵消 两抵消 第一个抵消和刚才资产负债表 和这个合并日一样的抵消 抵消这件事情 那前面解释过了 有人说 合并日不是抵过了吗 资产负债表 怎么还要抵呀 资产负债表 日编制 合并报表 还是你每一次编合并报表 都是抄人家个别报表 跟你前面也有关系 所以呢 你还是要抵消的 好 这个抵消和刚才 合并日的那个抵消 完全一致 数字要按照资产负债表 日十二百三十一号数字来填 两抵消 还有什么抵消 大家知道的呀 那就是将某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 与子公司的利润分配 进行抵消 这是利润分配 进行抵消 那么 这个抵消在 合并日有没有啊 没有 哎那为什么合并日没有啊 合并日子公司 还没有实现净利润呢 这是他的净利润呢 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有净利润呢 才有这个抵消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了 那这个讲完以后 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是统一控制 控股和平的题目 在合并报表中 他的调整分路和抵消分路 归纳如下 一 在合并日 零调整一抵消 在资产负债表日 一调整 两抵消 那这一节 我们就讲到这 好 下节课再见